布洛克帕帕哥姆因为涉及在一支社交媒体影片上 影射首相安华患有艾滋病而被警方调查 帕帕哥姆的真名是望莫哈莫阿兹里 武器阿曼刑事调查局副主任鲁斯迪 昨晚发文告表示 有关影片名为《拿都斯里·安华神秘疾病》 没有解药的艾滋病 这支影片在12月16号上传到 名为Sir Audrey的YouTube频道 影片长度约一小时半 文告指出 刑事调查特别小组援引了1955年轻罪法令第14条文 刑事法典第504条文 以及通讯与多媒体法令第233条文展开调查 警方劝告各方不要做任何揣测或评论 以避免影响警方调查 文告也提醒人民 任何滥用社交媒体评论或扭曲课题 以至于触碰国家安宁 道德原则污蔑或煽动的人将受到严厉对付 截至截稿时 当今大马无法确认有关影片的内容 因为这支影片和帕帕哥姆的YouTube页面都无法游览 此前帕帕哥姆曾在名为Sir Audrey的推特账号贴文声称 安华因为涉及同性恋而受到惩罚 2015年2月 安华在钢交案败诉而被判入狱5年 安华一直坚称这是政治阴谋 西蒙在2018年首次执政后 安华获得国家元首的全面特赦提前出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